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是擁抱大香港主義的 早晨節目 來到第三節 麻煩大家給大家一些反應 看看是否看到 這是第三節 大家給大家一些反應 看到嗎?聽到嗎?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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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課金 以及是否能買到的東西 大亨西游記的電子讀本 就是在《易血E-wiz》看 你現在買就已經看到了 就是圖文劇本集 連接手影門票 我們會搞手影活動 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什麼時候搞 在哪裡搞 只知道三月內 什麼時候搞 在哪裡搞 還未確認 大家多多支持 OK 我們這節說什麼呢? 這節就說說 K11裁員 K11 新世界 美麗新世界 看到裁員 據悉 新世界旗下的K11集團 他的創作團會重組 重組 重組 整個創作團隊都要起床走人 整個部門會重組 這樣就說 受影響的員工大概是20人 那你就說 20人的事情都拿出來說 只有20人 只有20人 你盜賭財 集團 動載就只有100人 幾十人喝財 喂 但是呢 這20人當然是 不是便宜的人 大哥 Creative Team 大哥 你不是說笑嗎 K11的Creative Team K11才封了整個海旁 在尖沙咀海濱搞LV Creative Team 這麼大陣仗 難免 其實人數不多 以及影響也不是多 人數不多 影響也不多 為什麼值得拿來說呢 首先就是那件事代表的是什麼 K11當然就是 鄭志剛主力去籌劃 這個也要扣連了之前 之前 這個 這個 童叔 不是 這個 阿淳官 阿淳官 阿淳官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 咦? 你們以為一定是交棒給鄭志剛嗎 未必的 未必的 和鄭志剛拿起期間 是虧錢的 那 是不是一定是鄭志剛呢 未必的 可能會另外找專業人士 專業團隊 之前我們節目也有說過 如果大家記得 這個 鄭家純 不是雞排妹 不是雞排妹的鄭家純 其實現在你以為我已經退下來了 不是的 很多決定都是我做的 之前和鄭志剛做的事情 你不要以為有什麼 錢不是賺很多 就是這樣 好了 有一個問題 令大家聯想 之前有訪問這樣說 再加上現在 他主打負責的 K11 他主打的K11 竟然 在Creative Team上 竟然有整個部門起床 是否鄭志剛失勢呢 是否徹底地失勢呢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走尖沙咀 還有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本地的聽眾 就算本地聽眾 你也未必會走尖沙咀 現在 尖沙咀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是 你很少出尖沙咀 但是我呢 因為 我最近 我老婆回來 我帶她去參觀香港 我看看這裡 昨天帶她去看錦田 參觀一下蕭傑的婚禮 看看香港人結婚 帶她去看不同的風景名聲 帶她去看尖沙咀 尖沙咀很多地方都死城 是 尖沙咀是 尖沙咀就是 鋼之尖沙咀 你知道嗎 鋼之尖沙咀 鋼之尖沙咀 你知道什麼叫鋼之尖沙咀嗎 鋼雜 很多鋼雜 很多鋼雜 你走很多地方都是鐵雜 對嗎 你周圍都 譬如尖沙咀有兩個地方是黃的 一個就是海旁 是 對 的K11 Mills 另外就是 那裡叫什麼 河內道 哈德道 保拉罕那邊 就是酒吧那邊 那裡比較旺 K11河內道 另外就是 河內道的K11 壓摩 我想說整個尖沙咀只有這兩個地方多人 尤其是你走河內道 K11 壓摩 河內道走出來就是鐵雜 那裡就是鋼之尖沙咀 整個街道都是鐵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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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但是你一轉進去K11 K11壓摩 哇 屌尼到尾 那裡就是 那裡是 那裡是 尤其是 如果星期六日 K11 壓摩 那裡 還會有一些 手作小檔 哇 屌尼到尾 水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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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K11 海旁的K11 又是 你走海旁也很奇怪 走海旁的位置也很奇怪 海旁的位置 其實本身應該有很多遊客 其實本身有很多遊客 而且 因為那些大陸團 都很厲害 就是 他當作一個景點 哦 是啊 就是麥兜的帳 以及李小龍的帳 然後再看金像獎的帳 我們走完了 我們現在去買東西 經常都看到 那些車的團在那裡 周圍都是這些 傻屌團 唯獨海旁有一個位置 是真的有些香港人在共同 在走在坐 就是K11對出那裡 我想說是 尖沙咀兩個K11 就很看到整個香港經濟 很掛詐的一個分水 就是一個 奇異的分割 分裂 整個尖沙咀 都是死成一樣的 尖沙咀的店鋪不黃 商場沒有人走 那些店鋪吃市那些 完全是近乎沒有人 這樣 唯獨兩個K11 就不知為何 嘩 塞到水舌不通 嘩 嘩 那你就說 喂 難免會問一個問題 好像現在搞得旺地方 只有鄭志光 什麼 鄭志光這樣也虧錢 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什麼 只有他們旺 他們旺的地方還要虧錢 然後你還看到 他們這麼旺 都還要財源 那其他人怎麼搞 那我就想說 旺還旺 虧錢還虧錢 我充分 充分 充分 那些事情 又真的 很充分 真的搞些事情 就很充分 那你那些事情 真的很充分 那怎樣 怎樣 怎樣賺錢 你知道香港地 你知道香港地 要搞些 就是叫做 那你鄭志光 又搞些K11系的事情 第一就是 又藝術 又年輕 又前衛 又Blackpink 又Blackpink 又New Jeans 然後又LV 接著又Modern Pot Art 接著又Bensky 這些 那你覺得 那當然是型 那你又Bensky 又Blackpink 那當然是型 什麼型的事情 都被你收到旗下 但是那些事情 全部都是錢 所有東西都是錢 那錢怎樣回本 你一算回本 你一算回本 就不會Blackpink 對不對 你要算回本 你就亞洲超聲團 你還Blackpink 亞洲超聲團便宜很多 你什麼Liu Jeans 還Liu Jeans 你到底Bel Jeans 都是Gene 如果你在搞音樂會 你說鄭志光一定要Bel Jeans 不是 但是你說鄭家臣 你幫我找那個Bel Jeans Bel Jeans Bel Jeans行不行 可以了 有Gene 是Gene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喂 如果你 這些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就是他 他是 看上去旺 他看上去旺 看上來 看上來 好像很繽紛 很華麗 很Bling Bling 很閃亮 但是這些東西 是堆砌出來的 當然當然要用錢 堆砌出來 對不對 但是你說會不會回本 人流當然旺 或者當然吸引很多東西 但是吸引了別人來看 吸引了一些東西 不代表 不代表 就是有Return 如果你要Return 你還是買回那些魚肉燒賣 把魚肉燒賣出來 然後告訴你 都是把那四十元 一顆魚肉燒賣出來 然後說 其實主要是吃個配料 你明白嗎 這些才是老的 好了 你說 喂 這個 但是問題就是 好了 兩樣東西加起來 很多選擇 是不是拳鬥 是不是說 鄭之光 要 喂 不能給他比重這麼大 這是第一樣東西 大家選擇 第二樣東西 就是大家問的問題 就是說 喂 原來搞這麼多 又藝術又科技又潮流又品牌的東西 原來搞到熱熱鬧鬧 有聲有息 原來有聲有息 是不是不代表賺錢 我會覺得 兩樣東西 都是 兩樣東西都是 那你這麼大的 那麼大的系統 那你當然是有些鬥爭的 有些鬥爭不奇怪 那你都被鄭之光 威了這麼久了 那你 而這條數 而這條數 這條數 是不適合計的 這條數計 是為賣的 為賣的 為賣的 那你做到 你做到那個雞棚多大 不要說是雞棚 我當你 那個叫做門面也好 包裝也好 你做到包裝多漂亮也好 他實用不賺錢 就是不賺錢 不賺錢 就是不賺錢 那麼我覺得兩樣東西 一為二 二為一 就是那個包裝很漂亮 但是不賺錢 而因此也衍生了權鬥出來 就說 你搞到一些東西好像很威風 威風是威風你而已 難免會有人這麼說 威風當然是威風他的 你進後台後台 打卡 拍照 就 建立了你的 你的包裝 你的包裝很厲害 喂 別人去周杰倫演唱會 就是 奉迎光棒的 就是打call 你去周杰倫演唱會 就是拿一支咪 在演唱會裡面唱卡 周杰倫幫你伴唱的 那件事是威風你 但是效益在哪裡 收益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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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沒有付錢 這些你自己想 但是收益在哪裡 封了整個海旁 封了整個海旁 然後被LV搞 搞Cat Walk 搞Cat Walk 好了 你就拉進這些東西 但是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有沒有銷售市 搞完這些之後 銷售市是不是有好 賺不賺 是不是 那好了 你搞完這些東西 喂 對呀 有包裝 但沒有東西放在袋裡 這樣 難免會有人出聲 然後這個純官又覺得 我還精力旺盛 想想也是 不如我也是 親政 我也是勤政愛民一點 我自己也要看一盤數 看一盤數 對呀 不太對板了 這樣就讓成這樣 但是 我又想說一件事 我想說一件事 在此之前 算數當然會這樣算 你看數的東西 當然會這樣看 但是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又邀請大家 你真的走去尖沙咀 尤其是河內島 你在地面上走 你在地面上走 你在走 從彌敦道 一直走進去河內島 你一直走 哇 你真的覺得 什麼事在這裡 拍攝西部片 垃圾吹吹吹吹吹 是的 就是那條街 是刺到 可以吹起一個草堆 在那裡滾 即是 麒麟衣士活 可以在那裡拍戲 即是你可以從街尾 打一個攝影 然後叫演員在街頭 站在那裡拍一個長鏡頭 你知道為何拍到長鏡頭嗎 中間都沒有人走 哈哈哈哈 慢慢被演員在那裡拍戲 慢慢被他拿一支槍出來 都還可以 平時不是 你知道港產片的節奏為何會這麼快嗎 你這家人走過 剪碎一點 哈哈 你很少拍 為何香港電影從來都出不到 侯孝賢那些 你不可能拋鏡頭那麼長 沒有人走過 是 你一定有人走過 那怎麼辦 剪碎一點 剪短一點 節奏零厲一點 所以香港拍戲就拍得像吳宇鑫那樣 你為何放那麼多白鴿飛來飛去 遮住後面的東西 一拍 你整天都放白鴿 不行 導演 後面很多人走過 在賣東西 叫他們走開 可以阻礙人做生意 放些白鴿遮住他 吳宇鑫那些電影就不停放白鴿 因為很多人走過去 他唯有拿白鴿遮住 對 台灣拍電影不同 台灣拍電影 即是侯孝賢拍電影的時候 台灣經濟也不好 這樣 把鏡頭在那邊拍 哇 那些人走來走去 那些都是演員 那些都是 沒有圖人 演員喜歡走的 導演咳咳咳咳 不要緊 沒有人阻礙我們 繼續 導演還不咳咳咳 沒有人 沒有人阻礙 然後怕拍長一點的鏡頭 有的會演久一點 這樣 然後有演一刻 我忘記叫Action 難怪這麼久都不動 怎麼這麼久都不動 我忘記叫Action 我們現在Action 這樣 這樣 但你現在香港可以拍藝術電影 因為尖沙咀可以拍藝術電影 尖沙咀那條街 沒有人走 隨時都可以拍 這樣 但是 你拍一個長鏡頭 檢查照片 一直在彌敦上檢查 檢查有沒有何來度 然後一轉眼 不行了 要放白鴿了 去到K11 不行 導演有很多人在這裡 放白鴿 叫吳宇宇森 放白鴿遮住人 放白鴿不夠 為什麼放白鴿呢 因為白鴿會有很多爵士 所以爵士便會趕走一些人 那些黑得道 也是冷冷清清的 那些幾條街都是冷冷清清的 但是唯獨就是K11 握魔很多人 那它影響 那些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它實質的數字怎麼翻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全香港都知道 鄭志光是有錢人 為什麼呢 他跟周杰倫 他在周杰倫的議唱會 唱卡OK 他還不是有錢人 那大家的印象都是覺得 到處都不旺 只是新世界旺 為什麼都這樣 因為你走一條街 你的體感是這樣的 整條街都沒有人 整條街都像侯孝賢一樣 侯孝賢就是什麼 侯孝賢就是悲情城市 你到處都是悲情城市 但是唯獨 去到K11那裡就像香港了 K11的時候 好像更富貴一樣 然後你走進去 你嗅到椰子油味 你就會覺得 這裡好像跟周杰倫有些不同 你出來的體感經濟不同 而香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香港現在的問題 不是說你那個 香港現在的問題 是一個信心問題 你無論是經濟也好 政策也好 或者是整個未來的前景也好 你還以為現在有這麼多 國際線KOL在唱衰你 所以上次我都說 我上次節目都說 我今天節目都是維持著這個判斷 我認為 舊有那一套是真的行不通 舊有那種地產霸權的節奏 那種營運方法行不通 現在要走出這個困境 現在要走出這個困境 是需要有鄭志剛這一類的有錢人 你說他的實質的經濟效益不大 而實質的經濟效益 其實也不需要靠他推動 現在又不是 以前百廢待興的香港 現在又不是剛剛十年建立計劃 麥理浩時代的香港 現在香港基本上的 Infrastructure都齊了 你要提升競爭力 你要提升各樣的東西 你需要的是信心 那些東西 那些錢一進來 或者甚至乎 錢本身就在本地上 它根本就有在 它需要的是對未來的遠景 需要的是 這個地方提升的格調 提升的品味 而這件事 不是一個 不是政府會搞的東西 不是說 當你的庫房開始緊絕的時候 你會想一下 庫房緊絕 庫房緊絕 你會想到些什麼 庫房緊絕 如果你想到 多抄牌 有沒有幫助呢 這樣不是做大事的思維 不是吧 喂 當你 譬如做商場 做商場就是什麼意思 做商場是一個什麼概念 商場就是什麼三意 商場 說到最後就是包租工 商場和包租工有什麼分別 商場和龍屋 或者危樓春曉 72家房客的包租工有什麼分別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包裝 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個包租工 我們不再像馬雲所說 中國金融有些當普思維 香港的地產商 就是一種包租工的思維 總之就是便宜 總之就是便宜 便宜價入 高價出 便宜價起 地積比率用盡它 然後建造商場 一定要的公共空間 收起來 收起來 收在天台上 是吧 收在海邊 收在地庫上 在地庫上建成千秋 在地庫上建成千秋 然後其他東西 全部就是高價收租 這就是舊有地產 地產商 舊有地產霸權的思維 包租工思維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包租工的思維 我不是跟你說新世界需要什麼 我是說香港需要什麼的地產商 現在不是需要包租工的思維 現在我們需要包裝工的思維 我們不是要一個包裝工 我們要一個包裝工 K11是不賺錢的 肯定不賺錢的 你看它放在裡面的東西 你便知道它不賺錢 你看它的裝修 你便知道它不賺錢 你連同K11 你連同上面的酒店 我和我老婆住過 你連同酒店提供的服務 酒店房 那些特色酒店房 那些會員的 即是Membership 那些特色會員酒店房 你看那些細節 這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包裝 為了包裝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 現在香港的欠缺就是包裝 我不知道 即是等於 有些人在這裡說 喂 現在大陸又開 又生母超市 又生母超市 又Costco 接著又搞那些 所謂的倉庫式的超市 即是好像香港人很喜歡去這些倉庫式超市 根本實際上就不是 但是 他們只不過不喜歡在香港 你明白嗎 那一點不是深圳有什麼吸引他們 而是香港有什麼趕勾他們走 我不是說移民那些 我現在已經不是說移民那些人 我現在不是說打國際線的人 我不是說唱衰香港的 香港又說什麼大都會 又說什麼一定是混蛋 不是每天跟你數著恆生指數 跌幾點的人 那些人本身是住在香港 在香港賺食 他在香港賺食都不喜歡在香港使用 那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到底有什麼 令他們這麼不喜歡 現在說的是 現在是re-pack香港的時候 re-pack 你香港是很需要re-pack的時候 你是不是擅長 那我們當然是不擅長 我們為什麼不擅長 因為我們都不是用一個包租工來做財政司司長 我們是用一個搞劏房的來做 包租你也不僅僅 你還要是劏房租 你不是普通包租工 你是劏房包租工 你用一個劏房來做財政司司長 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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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是說 不是說 這個 鄭志剛本身 他們內部權鬥的 我們不可能知道 我們不可能知道 但問題就是 喂 他re-pack出來的狀況就是 好了 整盤生意 賺不賺 其實賺不賺 又不是很重要 尤其是你在整個大方向的營運上 他總有一些位置賺 你有些位置賺就可以了 不是說不讓你搞劏房 譬如你新世界搞到K11漂亮的 然後你就在濕溝牆那裏 做包租工那些 然後在細牆那裏 老虎 不停搗 但你也要包裝好牌 而這件事 我們不是說新世界需要什麼 而是香港 整個商界 在想如何提振經濟的時候 你要想現在香港需要什麼 香港需要re-pack 香港需要扭轉的思維 不再是包租工的思維 你要重新包裝香港的思維 那哪些人擅長這些東西 你就應該盡量讓這些人 有發揮 有空間 讓這些人去上位 這就是整個經濟的思路 有時候不只是計算 這個平衡當然是重要的 這樣要量入圍出 這樣要量入圍出 又或者說到最後都要賺錢 長遠來說當然是 長遠拉雲條數當然要賺錢 但是你總要有些事情 你現在不是那個時候 你現在… 所以我一開始 我已經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千萬不要跟深圳鬥便宜 尤其是在你現在滑落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跟他鬥便宜 你這些東西就會越減越欺 越搞越衰 越搞越窩窩 然後你發覺那個是無底深淵 為何減少他還是比你便宜 因為你以為你經濟差 人家經濟也很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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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比你還差 但為何他還不混蛋 他混蛋了很多人 他締補了上來 你不覺得 他只是用窮人人海戰術來淹沒你 你最慘的是你不夠他窮 你那一刻就糟糕了 所以要好好思考一下 有1000元貨 請大鏗代為上鄉求神秘幼求職轉功順利 西亞圖聽眾 西亞圖聽眾 希望你順利 我們也要順利 大家要幫我買這個 西遊記 西亞圖的概念劇本 最重要是連同這個首映飛 連同首映飛來買 OK? 全靠你們 全靠大家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稍後回來看看阿飛說什麼 看完節目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的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